甜蜜的任务特别企划 哥哥的下午茶 因为我们知道黄晓明哥哥他 当过姐姐的主持人 那你有专门向他取进吗 没有 我有说你为什么不来 他说我不配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他不会 他现在经常说的时候 你觉得就好 你觉得就好 静姐 他已经被抹平了棱角 模仿一下Ricky吧 好 首先Ricky的脸 我们就是挤一下就很像了 Ricky的脸就是 Ricky台上台下是完全是两个人 在台上就是 老是觉得自己是个大魔王什么之类的 然后没事唱歌在弹琴 什么自己在陶醉弹琴弹 准备开始了 看观众 喜爱看 喜爱看 嗯 走路一定是这样子的 Ricky出现了 Ricky出现了 被有一点点拖 就出来了 好 腰嘴唇歪嘴 然后邪魅狂犬 但他台下真的很蠢 这些不他又会看的 嗯还有呢 没事我真想我呢 很好 好 今天哥哥来营业reaction担当已上线 大家好 我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仪正 欢迎 欢迎营丁 营丁哥哥请坐 欢迎 欢迎 好 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菜单 就是我们下午茶的点心 来我们来上一下菜单 因为我们都知道 营丁哥哥有个营丁闷菜 营丁菜单之类的 其实这个应该都跟你有类似的关系 你看你想第一个跟哪个有关 还是这个吧 学流星音乐出身的你这次参加哥哥是想要回归初心吗 我的初心不需要回归一直都在 只不过是想说因为大学毕业之后 从妈妈咪亚演完到现在为止 就没有正经八百的跳过舞唱过歌了 所以想也正好这段时间细约全部推掉就是想去把自己洗一下 就每一个舞台就是对你来说就是现在最印象的点在哪里 一公的舞台最深刻的点就是 呃果然还是人多好办事 跟大家跟卓哥他们一起就是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叫做街道办事户的 街道办事户为你谋福利 街道办事户哥们照顾你 卓哥还特地去查了一下 他说街道办事处是属于这个行政机构 就是 是不能乱用 那怎么办 大哥如此之严谨对不对 刘聪就说 那我们就叫户的不 就是我们是一个户的 藏沙地 我说可以 然后大哥说户的可以 就变成了街道办事户的 就那个时候我们离开地球表面 确实有炸到有燃到 我会很有点 再也不要 再也不要 维持自己一秒 然后二公的话印象最深刻的点是在于聪别他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 他没有来得了 所以我自己又是一个很悲观很自卑很被动的人 结果当时我就在想第一个是要胜利 就不要输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万一说今天是我们街道办事户的在这个舞台上面的最后一次呈现 那么我希望能够把刘聪的作品留住 所以那一天就是我会比平时都要积极 那一场是我最自我认可的一场吧 应该就是我会觉得把刘聪的作品留在了台上 并且完全尊重用了他的flow 把他的词里面的我改成了你 说他不懂事他是疯子可艺术家不做到情绪不能成为重视 今天三十三万手机张开公司他跟自己发公司爱与和平就是宗旨 感谢只能办事无理的兄弟包容他的包装和孤体 把上目的输引红正活动是否能承受人性美好和丑陋一场真人秀 三公的话我也以这个街道办事户的成员的身份加入到了进步团 非常的充实 对我们都非常的给力 我们把一首什么是快乐星球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好成光的话就是用静哥的话就是说已经去到近了 去到近 在很多种困境之下仍然拿到了全场第一也是一个YYDS 你就还可以吧 可以接受 然后呢我们看到正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在哥哥里面就是共青王好像有几次落泪对不对 就是每一次就是落泪的那个点主要是什么 啊因为就是当你给他到了一些很美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被他感染到第一次落泪就是因为理想嘛 他在彩排的时候他一举手一头足 美是你看到的而心中想的是他得挨多少板子才能美成这样 弟弟弟弟弟懂得都懂 弟弟弟弟弟 来参加拼尼斩季的哥哥嘛 就是会有没有像有经验的好友取经啊 我有问过弟弟 他说你站在中间唱歌的时候其他人都是搬舞 我说这个好像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黄晓明哥哥他当过姐姐的主持人嘛 那你有专门向他取经吗 没有我有说你为什么不来他说我不配 哈哈哈哈 我不要你觉得 我不要我觉得 他不会他现在经常说的是你觉得就好 对对对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我不用我觉得你觉得就好静姐 我不用我觉得你觉得就好静姐 哈哈哈 他已经被抹平了棱角 我想跟黄晓明哥哥说你值得 他值得这世界所有的美好 追星成功是一种什么体验 就是我说不开心也会被人打吧 你那是不开心吗 真的很开心就这个不叫成功啊 我觉得叫飞升吧 因为就会成为好朋友 就包括昨天晚上其实承轩哥有跟我说一番话 我也会很感动 怪不得七位姐会那么爱他 七哥的快乐 对我们永远不懂啊 当然我也不需要去懂啊 然后他昨天居然跟我道歉 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承轩哥说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之前对你有一些误会 我说怎么样 我说我给你的感官效果很差吗 他说并不是 他说我没有来得及那么快发现你的好 我说这是什么鬼 然后他说你很难看懂 但是昨天晚上我们有一块就是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在房间里面 哎呀喝点小孩子不可以喝的东西啊 然后聊聊天啊 这时候然后他突然之间他说 我们现在是很开心就是能够成为朋友 我说我也是 我说并不一定每个人就一见面就可以很那个什么 他说很多人都一眼就能知道 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 他说我我永远看你我其实我是 我是看不懂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 我说他太真诚了 因为其实之前有跟承轩哥你会觉得会有一定的距离在的 就他并不像我跟Paul或者是Ricky刘聪 他们那么近 其实只要他向我走进一步 我就会向他走进一步 因为其实我对他还是非常有好感的 陈轩哥他完全不用说这句话 就是其实开始这段友情就好了 但是他却选择把它说了出来 我会觉得就是会真的很棒 暖到了会被暖的 就是在哥哥的里面还有什么第一次可以跟我们分享了吗 我在哥哥的这个节目里面我是长这么大 第一次参加一个节目还被录的全程 我觉得我应该是全中国第一男艺人在节目里面很尴尬 会播吗 他播了我也不害怕 就是无所谓 因为我什么样子大家大概其都清楚对不对 就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不意外 我觉得大家不会说他怎么是这样的人 怎么是这样的人 绝对不了他就我这个样子可能被大家看到 他果然是这样的人 就晚上大家一起看球 然后我就在跟海权哥那点唠嗑 结果唠着唠着我就挨到他身上去了 我说哥我觉得这样比较舒服 后来我觉得就连海权哥都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我就直接躺在沙发上 他说这要干嘛 我说哥我觉得这样躺不更舒服 这一舒服就舒服到了明天早上 然后我就盖着我就在那躺睡觉 我说完了 我说我昨天晚上回宿舍我没有盖镜头 我说会不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会不会被看见 我说算了无所谓 总之就算奇怪的话大家都一起奇怪 因为平时是我负责盖镜头 然后突然我就听见稀稀缩缩前面就有人走来走去 你知道吗 我说谁啊好吵 然后一睁眼睛 我在客厅 然后导演总监还走来走去 为什么都是镜头 然后海权哥就跟我讲 昨天晚上他有一度曾经幻想过把我抱上去 但是并没有成功 因为毕竟体重也在 他只能选择 他既然抱不动我的话 他就就抱被子 把被子抱下来给我盖着 有一个第一次 哥哥的快乐 我们都在正片里和花絮里面逗逗去看 这个会不会有播出 反正影证我们都懂得 看一下这个 就ending pose 环节有专门设计一下吗 一公的ending pose 是蹦完之后 站在那个地方是不动的 就是是这样子的 二公的话是 是这样子的 哇 三公的话 两个节目嘛 快乐星球是是这样子的 哇 然后好春光是 是这样的 哇 你真的是怀悦了杜总 我要的那个pose 那个andy的那个表情 你真的就是不给 我的表情就是一直是这样的 一直就是 就是 很多摄影师对我都很头疼 他们老是会觉得 所以你知道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变化 说因为你这样真的我会觉得我欠你钱 我说并没有 他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变化 我说好 把眼睛闭上 不是有个wink吗之类的 好像也不太适合不太适合不太适合 天哥 有句话很好笑就是 因为我会比较在乎台词 其实语言的魅力是无穷大的 就是 就是 他会说 我希望哥哥们 尽量 不要太油腻 就你仔细去品这句话 就他说这句话的前提是 他觉得你 你们已经在油腻了 哈哈 你们能不能 尽量 不要 太油腻 就说实在忍不住的话 有一点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就是孟姿姐 那如果表演甩了怎么办 我会把你剪掉 我就会把你剪掉 那么很认真 那么很认真 就是这个有给自己准备特别的绰号和口号 特别是表演完了之后 因为我发现你每次都非常就是谦虚礼貌的 就是都会往最旁边啊 然后请哥哥们那样子 很正常 嗯 口号不需要了吧 嗯 但是流通的口号是记得很清楚的 大家好 我这里是KL流通如货币般流通 这里是KL流通如货币般流通 那我跟他私交也是比较好 然后那段时间一直都是在练他的东西 而且我真的就是还是那件事情 就很害怕 我的兄弟莫名其妙的就是因为这种方式 很被动的离开了我们的舞台 所以我在现场我也会就是第一次那么主动 就是去讲话 就会跟大家说 我说我跟大家玩个游戏 我说我们的兄弟今天没有在现场 但是他一定会看这期节目 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观众对他的热情和爱 我说这里是KL流通如货币般 我大家喊流通好不好 大家说可以 也叫比较炸 也是我应该是我在舞台上很有可能是 这一季里面说的最多话的意思 嗯 恭喜你真哥哥完成我们第一份甜蜜的任务 那作为奖励的话 恭喜你 我们可以上点心吗 接下来我们就边吃边聊 来回答一下粉丝们提出的问题 哥哥有点料翻牌时间到 真哥你好 可以回答我们的甜蜜小提问吗 可以 第一自己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是 最大的优点是谦虚 最大的缺点是自卑 如果早上起来突然发现自己掉了很多头发 会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长头发很容易 不会 我头发还是非常强壮的 就我花生事现在最头痛的就是我头发太多 怎么保养的呢 这个是天生的 去厕所发现只用完了会脱衣服 这个画面是可以想象的吗 你随便想 用一道菜来形成自己会是 第三先 万能CP体制 B1美学 破镜重圆 哪一种设计最大感 就如果接到一个剧本 有三种设定 破镜重圆 袁华 乌三言行 张细蕊 大华哥 谁更合适哥哥这个节目 张细蕊 张细蕊 为什么呢 她的性格 首先就是一个天天上热搜的体质 什么都敢说 对吧 什么都敢干 没事可能跟人家打起来了就 业务能力是拔裙的 这还不够吗 对吧 对 而且如果她要来哥哥的话 那我估计也是大家都会很忙 过生日希望别人给你惊喜 还是就直接问你要什么 如果非要挑一个的话 我希望是后者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浪费 如果男性或者女性朋友生气了 你会怎么哄 就你的男性朋友生气了 我会叫她出来喝酒 女性朋友生气 我很少惹女性生气 不是 也许你没有惹她 她可能因为别的事情生气了 对 那就给她讲冷笑话 逗她们 可以啊 什么样的冷笑话 我来问你 我来问你这个是什么 这是二 这是叶 叶 这是什么 这是一 错这是半叶 这是什么 这是三 不对 这是三根半叶 好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 这是我的手指 好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贝多芬弹钢琴那么厉害 却不用这根手指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我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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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感觉她好像更生气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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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好吧 来我们接下一个问题 因为哥哥接触了那么多吗 肯定有几个哥哥 像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惊喜 就是来模仿几个哥哥 模仿一下Wiki吧 好 Wiki 首先Wiki的脸 我们就是挤一下就很像了 Wiki的脸就是 Wiki台上台下是完全是两个人 在台上就是 老是觉得自己是个大魔王什么之类的 然后没事唱歌 但是弹琴 怎么自己在陶醉弹琴 我先谈一段准备开始了 看观众 喜爱看 喜爱看 嗯 走路一定是这样子的 哦 Wiki出现了 Wiki出现了 被有一点粘坨 就出来了 摇嘴唇歪嘴 然后邪魅狂奸 但台台下真的很蠢 这节目她又会看的 嗯还有呢 没事我就看我呢 好还有呢 还有就是 竹歌啊 嗯 你不是很敢跟他对视 因为你感觉跟他对视 你就会被他抓走 然后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我曾经 他挑战了一下跟他对视 但是最终还是败下了阵来 你全盯着来看 你看他有什么反应没有 如果我们几个人跟他盯着 你看了半天你没发现吗 他动作很慢的 嗯 这个不是他手中的保温杯吧 是 哦是的 是保温杯 拿一个杯子 对 然后走过来 开始喝茶 喝一口之后 放那个地方也是 哦 闭眼开始 看什么 弄弄弄半天 然后突然间他发现你在看他 然后他就看着你 然后就开始 他都一直看着你 就这种 可以有画面感 恭喜一阵哥哥完成我们第二个任务 也满足了粉丝的好奇心 那接下来呢就是 甜蜜送福利哥哥来崇利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 就可以为我们的粉丝们赢得福利哦 游戏的名字叫做放大猜食物 根据图片的细节 放大图 猜猜这个到底是什么食物 然后就因为这个就是对这个菜单啊 就什么的也很了解吧 猜猜这是什么美食 第一张图 椰子 不对 它是蔬菜吗 不对 水果 好的 椰子啊 哈哈哈哈 就是它有一颗子 哪个水果有 猕桃 对 类似猕猴桃 但是有时候你会 葡萄 对 就是也类似葡萄 就是你的那个沙拉里面一定会有它 然后也很多 然后饿了就直接啃一根就行了 黄瓜 然后因为我们导演组真的很过分 他是抠的这 抠的这一个 就是这 这个地方 用心良苦 非常用心 来看第二个 这个画面稍微会引起不适 很恶心 但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吃的 海南的 炒米粉 类似 厚安粉 类似螺丝粉的感觉 桂林米粉 卤菜粉 快点了 表妹 好快点了 这是一个叫 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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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什么是炒米粉 就很类似螺丝粉的味道 我不信 等会录完就去吃好不好 炒米粉 好来看第三个 先说它是水果还是什么 你都说了水了海鲜吗 大家最常吃的一种 虾 不是人人都吃的虾了 炒米粉 炒米粉 对 你刚刚答对了 那个字叫什么 鱼 对 就是鱼啊 这是鱼 这是这是鱼 但是我们导演组也非常用心 他就抠了一点点就是这种鱼肉这一块 我想问一下 导演组你们平时生活很不幸福吗 这个 是海鲜了 是海鲜 你把你吃过的海鲜 你都说一遍你应该能答中一个吧 带壳的 鲍鱼 鲍鱼 鲍鱼带壳 鲍鱼带壳 鲍鱼不带壳吗 鲍鱼都没有吃过 可小一点 可小一点 花鱼 对 对 花甲 但是我导演做曲组 的是这个壳 少花下 好 我先跟你说讲啊 这个绿色的它不是辣椒 绝的是葱不 葱的 是的 有生 有生了 前面有生后面是什么呢 什么海鲜会撒很多葱 说的海鲜是撒很多葱吗 什么东西上面有葱吗 等我想一下先啊 嗯 虾 对虾什么虾 你现在很玩 虾 你现在很调 皮 皮皮虾 回答正确 全部回答正确 快点啊 快点啊 表妹啊表妹 什么是海螺粉吗 你的水了 海鲜吗 有生了 前面有生了 后面是什么呢 皮皮虾 恭喜今天银正哥哥 完成了所有的挑战任务 也为我们的粉丝们 赢得了福利 甜蜜的任务成功 今天哥哥来营业 歌手黄征已上线 大家好 我是黄征 我是提醒感迹的哥哥 参加节目之前有打探过谁会来吗 海拳 狐狸狐狐 我们俩之间的彼此的逆称 在其中两个人的这个 关于狐狸狂 狐狸狐狐 这个版本也不统一 当时认识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都是在为音乐梦想而拼 我和他还有一个哥们 叫 有天下午他俩来到我家找我 我说你俩有事吗 就是跟你说过件事 我说什么事这么严肃 咱们能一组合吧 为什么能组合 咱们都喜欢音乐 咱们有好兄弟 一块弄组合挺好 我说你们俩能给我一周时间 我考虑考虑这个事吗 结果一周以后 他俩又来找我 非常正式的问 你想好了没有 他俩就觉得 你太不靠谱了 你太狡猾了 你看咱们仨都兄弟一场 游历在我们俩这个状态之外 太狡猾了 对